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震荡的走低 三大股指一度是有集体的翻红 但是之后再度转跌 总体来看个股是跌多涨少 早段来看两市有超过2800只股份 都是有漂率下跌 想问一下您 这是不是意味着这波反弹将会要告一段落了 对于后市的运行方向 您会怎么判断呢 好的 那今天行情是一个震荡回调 不过此前基本上是一个持续反弹的走势 那从盘面情况来看 一方面就是A股市场目前受外围因素影响比较大 它这个权重 它这个作用比较明显 比方说昨天这个大涨也是受到中美元首外交的消息的影响 但觉得这个谈下来 觉得还是比较缓和 比预期的要好 比较有诚信 所以这个市场是受到公务 包括港股昨天也是有比较明显的 比较好的一个上涨 再往前的话 包括10月份的美国的CPI-D预期 通胀受到控制 大家也把它作为一个解读力 还有大家也看到像内地卫健委出台了疫情防控的新的一些举措 那么也是有所放松吧 在这种情况下面 大家觉得对经济 对整个社会生活这样的一个日常都会有帮助 所以资本市场也是受到鼓舞 出现强劲的反弹 这是一个 就是外围因素 它的这个影响的比较明显 但与此同时从盘口情况来看 也就是说到没有消息影响的时候 它走的就比较中性 它走的比较中性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消息影响 它往往是慢慢慢慢就是走平 或者说类似于高高举起 心心放下 快快涨慢慢跌 就慢慢就放下来 这个我想可能一个就是和大家的一个思维惯性 因为毕竟此前行情是有一个秩序的调整 投资者的情绪相对还是比较谨慎 另外一个因为临近年底 还有些机构结账的 这样的一些过程 我们看到像机构资金流出比较明显的 像比亚迪安宁德等等 包括前两天茅台 这些都是机构重仓 那么他们的这个资金榜上面 以不少的时候都做资金流出榜的前列 这也就表明当前市场还是有一个机构结账的需要 那么这就导致了目前盘面在没有外围因素影响 它就会走的比较中性 偏弱一点 所以我们如果形容就是高高举轻轻放下这样的一个走势 包括上周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春高以后的一个震荡盘整 然后借助于消息 然后再向上突破 从这个走势情况来看 第一我们是关注消息 第二就是从市场本身目前毕竟还是机构结账的结账 第三是关注成交量 从技术上来讲 目前指标都在高位 包括随机指标都在短线超买的位置 而且再度出现了日线级别的顶背离信号 所以我也同意主持人想法就是说 后续可能会进入一定程度的一个震荡回调 或者说是一个获利回吐的这样的走势 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 三千年整数关的支撑 应该说比较强 因为这条线是多空分界线 站上三千和跌破三千它的技术含义 以及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将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未来市场震荡回调获利回吐 维持在三千年上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好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板块方面的消息 昨天我们就看到这个证券板块有一个集体的冲高 但是包括前几天银行保险板块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但是今天回来啊 这个金融板块整体就出现一个震荡回调了 那您觉得这种起伏的原因是什么呢 后市这个投资者还能不能继续来到参与呢 好的 我想上周开始吧 银行保险就比较走强 可能或者说我们认为是和这个房地产金融支持16条有关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金融支持房地产能够度过难关 能够差异化的发展 这有利于保交楼然后完成这个房产的这个增长 因为在目前的这个固定的投资当中 房地产是拖后的 我们可以看到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房产投资 这个10月份的房产投资是负增长8.8% 那也是这个一路惯性向下 到目前没有这个止跌的势头 在这种情况下面 通过金融支持能够化解一些房产的风险 同时使得这个房产能够保持一个 或者重回一个稳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对于银行保险是有利好的 至少他们的一些潜在换账 通过一些致敬支持能够得到化解 那么这样的话 它对它的这个金融资产的安全 这个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银行和保险 保险因为是大量的 或者持有一部分的房产企业的债券 那么证券板块昨天的走强 主要还是多方的试盘 因为昨天涨得比较好 然后累计涨会比较大 毕竟行情中2900左右 涨到了3000亿 在这种情况下面 多方实际是把这个券商板块 作为一个试盘的工具 也就是投尸问路 那我们也注意到 三者券商股出现涨定 不过从今天的表现来看 券商又出现要回调 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试盘 能不能得到市场响应 最终实际上还是天时地利人和 也就是到了这个份上 你推一推烈火干财 那新火燎原 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还不好 那10点还不到 那很有可能是一把没人跟 它就退下去 然后再震荡去 所以我觉得券商板块是 可以作为市场风向标 来作为一个参照 那么金融保险这一块 作为目前的低估值稳定增长 再加上现在大股东也好 高管也好 减持的信息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对于稳健型投资者 对于目前的金融 处在底部的金融股 是可以做一些终极配置 明白 那继续来看到板块方面 今天的教育 消费 还有旅游等方面的走势 是比较强势 那么昂利教育等等的股份 也是一度出现了涨停 那想问一下 您会怎么来看待 这些热点的板块的表现 相关的标的 是否值得我们继续来关注部署 我想首先 目前市场的一个特点 就是热点轮动比较快 那么今天是回到了教育这个板块 之前继续板块 前一阵子 新东方网上带货 是吧 这个一度也很红 有几个网红的这个营销员 培训师 这个卖真卖纳 当然也是一度有走强 然后呢 就冲高回落 因为深求讲 新东方这个模式 能不能追踪 走出商业化的前景 也存疑 然后对其他的一些 教育企业来说 它也没有很简单复制的 这种条件 所以冲高以后就回落 那么到今天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体现了 这个热点轮动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那么至于说像消费和旅游呢 主要还是 这两天把文理部出台了 这个旅游 跨省旅游 跨省旅游的 这个不和这个风险 区管理 这个关联 那这样的话呢 就大家觉得未来 跨省旅游可能会放宽 确实大家也希望能够出去走一走 我们也注意到像国际 现在旅游也很旺盛是吧 因为这个限制 基本上被消除了 那么从我们目前的 实际情况来看 跨境游还是受监管的 但省内游未来可能会复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旅游 餐饮 消费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 题材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当然最终要兑现收益 那可能还早 还需要有一些时间来检验 今年前三季度 内地的旅游的这个收入 只有1.72万亿 2019年在疫情发生之前 全年是6.63万亿 今年如果按照1.72万亿 推到全年也就是2.4万亿 到2.5万亿 不足2019年的40% 好的 那最后来关注一下 这个北上资金方面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怎么样 激发旅游 这个行业的这个复苏 好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 北上这个资金方面 跟钱老师探讨一下了 再连续三天 我们看到路德的大额的净流路 将近有400亿元之后 今天则是维持在一个零轴上下 并没有快速的来到流出 那您怎么看待这一个现象呢 对未来的市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 我想首先就从统计的角度来讲 如果北上资金持续流入的话 A股往往会对应这个相对比较强势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行情 所以这个最近几天北上资金持续流入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或许也是一个增量资金通过供求关系 使得行情能够作建的这个温和向好 这是一个统计分析的一个结论 也是值得关注的方向 第二呢 我们也注意到北上资金可能也是和人民币汇率 最近几天出现了反弹有关 包括像美的街团像茅台 中国平安这样的一些您的时代 那也是一个方向 因此我觉得北上资金第一 流向持续性值得关注 第二这个汇率是值得关注 第三个就是建仓的标的和领域值得关注 从目前情况来看 北上资金的持续流入 对A股市场的这个阶段性回升 应该是有比较正面的帮助 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吧 好的 感谢这个签讨师这一时段的详细分析了 我们去接广告 广告过后回来再聊